太空步 拖胯一字马 二郎腿倒挂 这些都是钢管舞中的高难度动作 而这些极富想象力的动作却被一个73岁的成都阿姨随手拈来 8月2号 记者在成都一家舞蹈学校见到了钢管舞爱好者戴达丽 此时的她正像燕子般在钢管上翻飞腾挪 让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经73岁的年纪 戴阿姨告诉记者 她曾在新华书店工作 还获得过成都市劳动模范的称号 退休后 她也像大多数老人一样帮着女儿带孙子做家务 2010年 她在健身房第一次接触到钢管舞 最初只是好奇 没想到 顺着那根光溜溜的钢管上去后 她就深深爱上了这项运动 此后 她获得过中国第九届钢管舞锦标赛老年组金奖 在2019年第二届中国钢管运动锦标赛中担任特约嘉宾 那个时候退休了嘛 也没有什么事干 我就在家里 一在家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不爱出门 也不爱说话 最后我结束的钢管舞跟那个很多年轻人结合在一起 他们的那个活力感染了我 我的性格也有变化 精神面貌也好了 因为那个精气神也来了 因为年龄的因素 戴阿姨在练习钢管舞中吃了不少苦头 很多别人学个几遍就会的动作 她需要练习上百遍才能学会 身上也经常被钢管磨破皮 但相比其痛苦 她更享受这项运动给她带来的成就感 适合的动作才能做 不适合我自己动作 老师就说别做 但是我基本上跟年轻人都是差不多 都练习的时候都差不多 只就是高蓝的嘛 我就不做 因为年龄大了嘛 就年龄大 那个身体的那个机能呢 也在 还是在衰退嘛 王剑是这家舞蹈学校的钢管舞照练 从2013年戴阿姨来到这家舞蹈学校后 就一直是她在负责指导戴阿姨学习 她为这个奶奶级学员专门制定了教学计划 而戴阿姨在这学习的五年时间 也给在这学习舞蹈的人极大的鼓舞 她在细节把握上就是没有不是特别的好 就比如说脚尖膝盖这些 然后我们要主要抓她的细节 然后跟年轻人相比比较的话 就是我们会把教学速度放慢一些 其实戴阿姨来我们这儿学习之后 就会给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包括我自己 也是就是觉得戴阿姨很了不起 她会就是给大家传递一种正能量 然后就是不会让大家因为说 我年龄很大了不适合学舞蹈这样子 今年52岁的王剑 就是戴阿姨的一位忠实粉丝 她在网络上得知戴阿姨学习钢管舞的事迹后 两个月前专门来到这家舞蹈学习钢管舞 我来之前已经在网上了解到我们的戴阿姨 在这边学钢管舞 然后呢也看到了她的跳钢管舞这个历程吧 然后比如说在这个期间越跳越健康 越美丽呀也是受到这一方面的影响吧 然后我也就冲到戴阿姨慕名而来了 对于未来还要跳多久 戴阿姨表示会根据身体状况量力而行 但她一直相信生命不息运动不止这句话 我们要重新定义70岁的人能够干起什么 不是70岁的人就坐那儿晒太阳等死 她实际上还可以做很多事 什么年龄做自己的喜欢做的事 什么年龄也不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